我倆18年了 他跟我说他就一个人 等过了一个阶段 他儿子来了 孩子来了之后 不搭不理的 我就觉得心里不痛快 我家孩子本身就不爱说话 和我也很少说话 但是呢 我家孩子并没有反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呢我也没办法说 我孩子都大了 我也有孩子 我也不愿意在农村待 所以说我就有时候一吵架我就回家 他是总是经常回家 我们农村过日子 一般的没有事不回家 从来有人说起来这事 我也很不高兴 我觉得夫妻之间 能过就得在这块待着 因为他以前承诺过我 在市里买房子 结果没兑现 关于买房子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体格挺好 在农村里还能种几年园子 种个三年二年 如果假设说我干不动了 我一定会回市里买房子的 我现在心真的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吴先生63岁来自哈尔滨农民 来有请吴先生 赵女士63岁来自哈尔滨戴业 来有请赵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是您要来的对吧 对 来干嘛呀 有一天家庭纠纷 有一天家庭纠纷 解决一下是吧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面的这位男士 跟您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老伴 结婚多少年了 我俩认识八年了 在一起四年 再婚重组的 对 是吧 那四年就是说 她有师傅出去打工 不在家对我挺好的 挣钱呢 有时候给我买些个穿的啦 对我也挺好 后来在一起过了以后 就不好了 脾气就特别不好 她开始跟我通过别人介绍 认识的 完了她说她就一个人 无牵无挂的 完了我就心子挺好的 就跟她这么组成家庭 在一起了 结果呢 后来呢 时间长了在一起 过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 她有前妻是离婚的 我开始是不想找离婚的 我想找就是上午的 结果她就撒谎了 结果出现了前妻 我就心里就有点不痛快 但是后来呢 我一心子已经跟人在一起了 咱就好好过日子吧 过了一个阶段 我们俩在一起 完了 在农村住 她是农村的 不是你的 完了 她的儿子也来了 来了之后呢 我就心里总觉得 这怎么出现这么多呢 后来我也是特别理解 她儿子来就来吧 但是说呢 你不能说的 对我不答不理的 我心里就是不痛啊 就是她儿子跟您关系不好 也不吱声 你跟她说她也不吱声 生活在一起吗 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她不经常来 完了来了 她也不说给孩子引荐 也不说的 你叫我啥什么的 她也不说 我就觉得责任还是在你身上 也许是你儿子不同意 是不是啊 那你说你这样过 总是这样的事 来来往往 我就觉得好像是 一来了呢 我就得躲出去 没话可说 她不跟你说话 我也挺尴尬的 那我就得躲出去 教子无方 你觉得她孩子 对你们的婚姻有看法 是什么意思吧 我心里是这么想 那你解决呀 我们爷俩也不常沟通 因为我也不回家 她呢就是说 一年能上我这块来一次 我这后老伴 一共见着我儿子才两次 我因为那他们以后 得慢慢沟通 顺其自然 能达到和解 行吧 还有别的 你心里添堵的事吗 有时候我就经常回家 一会儿啥呢 他一鸡眼呢 就喝酒 喝酒完了 我俩就吵架 一般喝多了 我就不敢吱声 回来呢 你一吱声 他就摔东西 再就骂人 所以说我就害怕他 你喝酒了 就这酒店 再打你啥的 我没有办法 我就得回家 回哈尔宾 一喝酒 换了个人 对 常喝酒吗 经常喝酒 咋回事啊 这个咋解释呀 我实际上就是说 有的时候 他总走 一个月也不在 我这待几天 有的时候 我确实心情不好 我自己在家 有的时候碰着同学 战友 多少年不见了 到了一起以后 确实是喝酒 但是回家以后 他总没得 他没得太多了 我这个性格确实不好 我就 自己控制不住 自己情绪 完了也出手 摔东西 张嘴也可以骂人 确实是有很多毛病 那到底是因为 他回家多 还是你经常喝酒 人家回家才多的呀 两方面都有 也有他回家 不咋在这 也有呢 我自己有 行 我先问问啊 为什么您经常回家呀 除了他喝酒之外的原因 他说两方面嘛 回家我拿点东西 就是你说农村原里 重点没有换回的东西 我就亲自家里也有儿子 我就回家给儿子带点 有时候给儿子花点钱 他也不愿意 他就是总是 心里就是说骂骂自自的 总找查打仗 我没有办法 我就得回家 回家就是多气 在这天天磨叽 我真受不了 他比我还能磨叽 回家给儿子带点东西 他不愿意 对 带点菜了啥的 正常的嘛 是啊 正常 自己种的是吧 再说了 你说我回家我能拿多少 好像你说的不对吧 每次你拿东西 咱家比如说种的葱 有你儿子一份 有我儿子一份 有咱俩一份 我并没有说不给孩子吃 但是这里边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高兴 所以你要刚回来就要走 我说你也就别拿了 那你回来那么横气 那谁敢跟你在呢 行 我问个问题 我都害怕 你们俩现在这个家庭财务状况 是个什么状况 我拿我的 他拿他的 那吃饭的钱谁出啊 吃饭一般的 他处理多 我处理少 因为我不总搁家嘛 都结了婚 为什么不总搁家呀 你们结婚之前讨论过 说房子怎么处理吗 他说了 他说他房子以后 两年以后买 结果他没实现呢 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了 答应过两年以后 给人买房子的 作为说买楼这个事 我确实是得买 但是当时那时候呢 就是因为说回农村 因为他不习惯 他是城里人 我要是回城里买楼呢 我们俩的婚姻 肯定能没什么矛盾 现在因为他总回家 就是见的孩子 所以说我心里也是 也在想 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回这里 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农村 我干活呢 我觉得我这体格挺好的 他能干个一年二年 现在今年的 我俩的矛盾也非常粗粗 我就准备 把这个农村的房卖了 回市里买房子 他这么说我不相信了 您回市里住哪啊 我有房子 给我儿子了 您的房子给儿子了 所以您在市里是没房子了 非让他在市里买个房子 对啊 我说这个房子就是买了 我也不要 咱就是住 他有那个经济条件 他不买啊 行吧 他现在在你那儿 一个月大概住多久啊 现在我俩 我搬囤子买房子四年 大概他家在一起 不到一年 为什么不到一年 结婚四年 住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年 是个意思吧 因为冬天回家 就今年冬天 他在那住的 那几年都回家 冬天他就回他儿子那儿去 他前妻有病 完了他去刺服你 我让他同意的刺服 因为啥子 毕竟是从小附近 我也同意让你刺服 夏天才回农村 哇 这是个什么日子 你们过的 你说的这个事不对 去年的是 我前妻得癌症 已经要不行了 因为我儿子岁数小 他对这个老爷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慌了 他说老爸你回来 给我提提意见 我并没有伺候我前妻一天 我也没有在医院看他一天 因为我们离婚了 我没有那个责任 我只能是说 给我儿子仗着胆 他什么事情都听他儿子的 那您这说的就有出入了 第二年也不是因为前妻 要照顾前妻不在一起 第二年他前妻就有病了 头一年他把房子卖了 买了房子 他卖了他都没跟我商量 王子就又在这儿 又没跟我商量 我说你再买房 再在农村 回农村买房 我就不跟你住了 王子偷了 我说你租房 现在夏天种在园子 结果那边就想 他足以可证了 他又是买的房子 好 婚后 他连续两次买卖房子 对 是吧 也没跟您说 没跟我说 这是为啥 怎么结婚了吗 因为我当时那是 我的户口在那个公室 不在我头一次买房的公室 最后你乡亲们跟我说 说以后团子有变故的话 你这户口不在那个公室 你在这个公室买房子 以后怕出现问题 不好处理 完之后那大伙同学啥的 说你把这房卖了 你回到你员工社 那个地方去买 以后这又出现什么问题 你好办 就是说我呢 儿子呢 和他儿子 我俩离一趟街 我家哈尔滨也有房子 现在给农村买房子 也是为了说 吃这个绿色食品 再一个就是自己养的猪 和自己养的鸭 自己养的鸡 好像是西养的 听明白了 您儿子跟他儿子 还住一条街上吗 对 就隔一趟小街 哦 所以其实您是想很享受农村的日子 是吧 对 您是向往着城市的生活 对呀 他打算说买房子 所以他现在不说是那个买房子 他没实现我就不相信他了 行吧 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真的想说 大哥大姐你们离婚吧 真的别在一起过了 你非要逼他去买房子 他热爱在农村的生活 你看你们连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你们连生活在哪里 选择的一个居住地都不能统一 你们的再婚 经济是分开的 人是分开的 心是分开的 两个人互相提防着对方 各自偏袒着各自的儿子 这样的婚姻咱不要了 嗯 谢谢明娜老师 来 许总 好 一开始呢 其实有个隐瞒开始 就在回避一个非常 关键的要素 就是其实这是硬伤 如果说在先 你们俩不会有往后的那些 四年的生活 但即使知道了 又过了四年呢 其实这就是您的原则 一点一点地在退 退到了原则最终 居然到了一间房子上 能买咱就能继续过 不能买就过不了了 其实你们两个人 对对方都是没有信任 都是留了一手的 即使你搬到一个屋子里去住 对屋子何等的冷气 所以我也同意米娜的看法 有个隐瞒开始的恋情 可能有真实的最后的结果吗 不可能呢 就这样 谢谢许总 来 刘达老师 我也是有点长见识了 就最后争来争去 吵来吵去 就是说你给我买的房子 我就跟你在一起过 不给我买的房子 咱俩就甭过了 当然 您二位半路夫妻理解 有一些可能比较现实的东西存在 但是有一点我不解的是 大姐 在您知道他骗您婚屎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欺骗可以忍 为什么当时他给您承诺买房子 现在没买 这样的欺骗就忍不了了呢 在您这儿就是 你欺骗我的感情没关系 但你不能在物质上欺骗我 所以您如果是一个如此物质的心态 跟他相处的话 他也会用如此物质的心态来对您 就说到小的那个葱 我就不让你拿回家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心态和状态下 去过这样的日子 都已经年过半百了 干嘛要折磨自己剩下的岁月呀 对吧 好吧 祝二位幸福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图老师 靠强强会倒 靠娘娘会老 靠儿子 儿子会跑 那靠男人呢 所以你们这段婚姻 本来的基础就非常不好 你还想跟他相伴到老 在生命的最后 不要说多么讲究婚姻质量 但至少也犯不着 花那么多心思去防着 去猜着 你说对吧 说难听一点 到了这个年纪 是两个人搀扶着面对死亡的问题 你们俩居然还在斤斤斤脚着这个 不想活得亲近一点吗 如果我是你们到了这个年纪 我不会去花精力 去哄着所谓不喜欢自己的对方的子女 对自己好 也不花精力去骗对方 更不愿意花精力去猜对方在想什么 在防着我什么 我就想过个自在 如果没有老伴 我就过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不祈求男人能够给我一个住所 我哪怕是自己租个房子呢 我至少过得非常的清闲 过得非常的透彻 我都得到了这把年纪了 我脑袋里面的细胞 还要去花在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吗 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愿 去再挂入一次婚姻 那我们就不要去耽搁别人 好不好 好 就这样吧 人为什么会被骗啊 是因为心里有欲望 可能你会发现 可能对这个婚姻你就重新审视了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五 我也感谢这个平台 能有机会亮出我自己的心里话 以前呢 我确实做得很不好 说得也很不到位 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 咱们从这么多年走来 我也相信我自己 能够有这个勇气 改掉以前的印象方面不好 争取在今年年底 上城里买东房子 咱们重新开始 好好的度过幸福的晚年 我也再次 谢谢你能包容我 能同情我 因为我也很难 自己呢要种地 要做饭 又要照顾家庭 又要维护子女 我也不义 谢谢你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咱真买咱出来啊 咱不买咱别出来啊 来 请关门 本 by bwd6 by bwd6 我们来 请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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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请问她 是 好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好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老年夫妻的 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来 请亮都送给你的 谢谢 请回吧 来来来 请 来天满回忆